麻煩你列舉監察院 因為這一屆是從109年8月到現在 到底有什麼具體的績效 你能列舉三項 我想第一個 我們收的案件 從109年8月到現在 4萬多件 那光是今年就1萬多件 這個效率跟過去平均看來 第四屆第五屆比較起來 並沒有減少 反而是增加 那第二個部分 監察院在第六屆有一個特別 跟過去不一樣 就是我們增加了國家人權委員會 那這個部分對人權的推動上 有很多的規劃 跟有很多的事實在做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持續的在進行 那第三個就是監察院 如何落實我們所謂 憲法賦予的彈劾究局審計跟糾正 這個部分我們也依照憲法的規定 確實在做 如果曾委員要的是簡單的三項 我以上做這樣的報告 其實你也知道 因為你基本上在學校教憲法 那監察院是一個憲法層級的獨立機關 但是從這一屆 因為你也知道蔡政府有關人事 其實現在幾位委員 十九位對不對 現在二十八位 二十八位 那其實您可以把它攤開看 這二十八位裡面 真正望重視靈 受到各界的肯定的 的一些比較能夠服眾望的 不多啦 這個曾委員恐怕大家的見解不太一樣 我沒有叫你打 好 謝謝 稍微 我沒有叫他打 這時間扣回來 我在我的質詢啊 好 你剛剛講啊 講得漏漏等啦 現在的監察院 非常體貼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也不理你嗎 好 比如說好 連糾正都不敢 你知道嗎 連糾正都不敢 我類舉一個 過去啦 因為他是從一百 我們先從 一百零九年八一要開始嘛 一百零九年的糾正的件數多少 八十五件啦 一百零七十八件啦 一百一十一年是一百零八件 今年一到十一年是七十九件 過去啊 我連給你聽啊 一百零 一百零八年是一百一十六件 一百零七年一百件 一百零六年九十九件 一百零八十二件 一百零四年八十六件 一百零四年是一一四啊 一百零二十人 一百零二年是二百零七件 那一百零一年是一百六十一件 一百年是二百零五件 這個作為監察院 現在根本行政機關也沒人理他 我長期在政府機關服務啊 那時候我非常尊重監察院 那現在整個部位根本沒有把監察院放在眼裡啦 連糾正都不敢啊 都喊請人家改進 這監察院真的是廢掉算了 這個啊我剛剛只講糾正喔 連糾正都不敢提喔 彈劾件數 你看彈劾件數 一百零五年的彈劾件數是六十九件 一百零六年是三十二件 一百零七年是三十六件 一百零九年 一百零九年是四十件 一百零十年是六件 一百零十一年是二十七件 今年到現在十一件 最重要的彈劾啊 糾正啊 整個監察院的工程在萎縮啊 我這是從你們網站上調出來的統計資料 彈劾件數在大幅減少 糾正也在大幅減少 Mira 這樣監察院跟外界 跟外界的這個該做的事情不做 那整個派系話 我的結論是監察院關掉好不好 跟政委員報告 跟政委員報告 政委員的數字跟我的數字不太一樣 我跟政委員報告一下 怎麼不一樣 我剛剛從你們網站調了 除了你們的網站算錯了 第六屆到現在我們彈劾案總共是六十二件 彈劾人數是一百一十五人 糾正案是兩百七十二件 那這個並沒有比例屆來的少 少很多 沒有 沒有少 我跟政委員報告 你的數字 那第二個 第二個我跟政委員報告 監察院監察委員獨立行使職權 所以跟他的案件數多少 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委員的 沒有在做 這不是沒有在做的問題 就是委員審查的角度 切入調查的角度都不一樣 所以用數字來衡量 就跟立法委員 切入的看法不一樣 你們切入的都是維護 維護民進黨 維護你們政務官 好 再來 你們監察院為什麼干涉審計部的權責 監察院沒有干涉審計部的權責 有啊 審計院長就要求審計部 假設媒體有燈不利於民進黨的相關的評論 要請審計部要澄清 這什麼意思啊 來 我跟委員報告 兩個部分 第一個審計部依審計法的規定 它獨立行使職權 這個監察院從來不干涉 第二個 依組織法的規定 審計部仍然是監察院底下的一個單位 所以審計部跟院的互動 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包括決算也要送到院來做審議 那這個部分 我們每年還有所謂的院部會議 都持續在進行 那審計部的審計部長 也必須參加監察院的院會談話會 還有相關活動 這都是在我們的議事規則裡面有規範的 所以 問你啊 有沒有歷屆 歷屆哪個院長會要求審計部 說什麼事情該做什麼必須該做 有哪個院長 陳舉院長對不對 陳舉院長也沒有要求審計部 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這個我跟曾委員報告一下 這是在這個共識營的過程裡面 有委員提到 監察院審計部獨立行使職權 但是審計部也有制設發言人 如果被外界誤解審計部的相關的報告 那應該審計部的發言人出來做發言 如此而已 那監察院跟審計部 本來的互動就非常歷屆 歷屆有沒有監察委員或者院長做這樣的提示 沒有啊 這一屆也沒有 對啊 你就跟他講 你就承認啊 你不要干涉 我跟你講 沒有干涉 謝謝 歷屆長 監察院現在唯一存在就是審計部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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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